回答 喂 喂 好 我們這邊的話是Kolbet真的假人 然後今天的話就是 感謝Marcus他上一次大雙時候的來參與 然後這一次的話也是認請了一個網站的功能 然後我們期待新功能的輔導 然後另外呢也有Kevin跟蔣威奇跟我們聊系統跟程式 然後也有提供一些資訊 然後還有琪琪幫忙幫這個不同的謠言 可能幫我們可以看一下一些訊息 然後來按讚跟我們聊了一些這樣子 對歡迎大家 那剩下的時間的話我們可能聊一下 就是最近的一些小進展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會需要放大這個 好是這樣子就是我們其實最近有在做一個東西是 如果一則訊息就是傳進來 然後還沒有人回的時候呢 我們會做一個TrackGPT的自動分析 就是請TrackGPT說 請問就是你現在是一個媒體試讀的小幫手 然後網路上有人傳了像上面這則訊息給你 那請幫我的分析說 他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其實這個東西其實我們看了一下其實還不錯 例如像這則訊息 他說喔不要就是他在推廣五歲 然後什麼五歲運動這件事情已經被德國顯入 法律由政府強制執行五歲 對那這些東西然後喔五歲就很棒 然後TrackGPT就說喔你可能要注意的東西有來源可信度 訊息的真假訊息中暗示德國政府已經強制落實五歲運動 閱聽人應該思考這個陳述是否屬實 或者是呢他有提到說 誒你沒有提到五歲可能純正的負面影響 那可能大家會需要批判性思考之類的 對那我就覺得這還不錯 基本上就是可以讓一則訊息還沒有真實的 在我們真人在進行回應之前 至少先放一些就是想法 讓大家知道說這個訊息可能可以查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對那當然這個東西就是這種東西就有可能會翻車啦 所以像現在如果你去slack 大家可以加到slack的那個 G0Vslack的那個 的Codeflex channel 我們其實就是最近四月開始就是在討論這個東西 那這今天開始回報了就是 有一則網傳訊息只講這個 如果已經下載了怎麼辦 這個基本上就是沒頭沒尾 基本上就是應該是 有人把他把我們當成是 就是把他想要跟機器人聊天 結果把這個東西當成是一個網傳訊息中進資料庫 那這個時候ChairGP居然回了說 哦這個是訊息的內容 最近有個病毒叫做哈哈病毒 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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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基本上這是什麼呢 基本上就是他看了這個東西之後 生出了 對他就是生出了一個謠言出來 然後說那這個人應該是點了這個東西 對那這個就是翻車的狀況 所以 我們就在進行Prompt Engineering 那我們其實一直都有 有一個spreadsheet 那個spreadsheet其實也有公開出來 讓大家可以用MIT授權的一個spreadsheet 就是讓大家可以做Prompt Engineering 就是我們可以 我們在設定的時候 你要填一下你的OpenAPI的那個API Key 然後左邊這邊填那個Prompt 然後呢 右邊這個地方就是 他就會 按一個按鈕他就會生出來這樣 然後我們就重現了一下 發現說確實 現在的狀況就是 他又會再生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就是卡帶到也是 OK好 Anyway 對 然後我們就 Prompt Engineering 這種東西就是 看到這個東西之後就想辦法 就是改你的Prompt 然後請他輸出比較合 符合你期待的東西 就是我們這邊就增加了 請旨就以上內文回應 不要編造 這個時候他就說很抱歉 尤其你沒有提供具體的網絡 但是這個就是對了 對那這就是我們在做Prompt Engineering 就是要做的事情 然後就是一直在嘗試做這件事 然後其實我們在四月 我原本在做這個功能的時候 是想要四月二號的時候 四月二號是四月一號的隔一天 那它是 其實它是國際市場的日 所以我們想說 我們想要在國際市場的日 放這個TrackGPT的功能 然後就發現 就是 就是它 TrackGPT有這個編造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即時的把我們的 這個 點書的貼文 趕快 schedule 趕快取消 就是現在都還在 就是 調這個Prompt的階段 所以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來 多多使用Coffice 真的假的 對然後 可以幫我們看一下 這些 就是 AI有沒有出包的問題 大概像是這樣 嗯 好 謝謝大家 好 感謝 張森 然後 成功的報告是要五分鐘喔 所以我們剛剛的計時器 有再重新調整歌 你只有五分鐘的 不用擔心 那我們現在就是 剛剛PM